翻译&字幕 李宗盛 不知道在场的各位 有没有听过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事实上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显学了 它在全球的所有的一流的商学院 大概都被列成重要的主题 甚至我们在我们的国家 也把社会企业当作是一个重要的政策 按照国家政策 今年是社会企业第二年 上个月 十一月 还是我们的社会企业月 每一年这段时间 都有无数的社会企业的论坛 各种活动在进行 可是我在自从参与的社会企业的 推动的过程当中 最常听到的是大家都会问 什么是社会企业 得到的答案大概是这样 社会企业既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又可以保护自然环境 同时还能够兼具经济上的获利 可是我想 会不会有人听了这样子的定义之后 就觉得天底下哪有这么简单的事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因此他就不想再去了解社会企业 会不会有人因为出于善心 想到社会企业这么好 就急着去做善事 而不想再进一步去了解社会企业 会不会有一群更聪明的人 他根本就认为既然是做善事 就让喜欢去做善事的人去做好了 所以他就不必去了了解 我想跟这些都有关系 所以到目前为止 虽然政策或者说 在民间推动社会企业参与的人 是很热 但是社会对他的了解并不多 接下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在网路上的一篇分享文 他的标题是这样说的 羊毛出在狗身上 猪来买单 而且他可以特别说 他来颠覆你们的思维 各位看到这样子的标题 或这样的内容 你会想到什么 好奇 还是觉得他是诈骗集团在招募 其实这篇文章的内容 大致上并没有什么错 唯一的错就是这个标题 我把它改成 羊毛只会出在羊身上 而且无论好坏 都是你我来买单的 这个一点都不新奇 这件事情事实上在200多年前 就已经有人把它说清楚了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 在200多年前 这个Adam Smith 各位可能知道 他是国富论的作者 他在国富论里面就提到 他其实那个国富论想要讲的事情 就是说 怎么样让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 生活水准可以更加提高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去观察 那个时候大概工业革命 刚开始没多久 他就去观察那个工厂 他看到那个工厂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他举的例子是做针的工厂 那通常呢 如果我们要做针 我要打个比方 你大概铁杵磨成绣花针吧 这个一个人一天 大概只能做出一根针 可是按照他的观察 按照他的观察 他发现说 在工厂里面 也许我们找二十个人 一天就可以做出成千上万个人的针 这为什么呢 他仔细地去观察 找出原因哪 最简单的 第一个 把这个做针的步骤 拆开来之后 简单容易学习 重复会熟练 接下来 如果够多地重复的话 我们就值得去开发专用设备 比方说简单的来说 假设我现在要在这边 钉跟钉着 那怎么钉呢 我现在去做一根锤子 大概不容易 对不对 或是去买一根锤子 可能都嫌懒惰 对不对 找个硬的东西就可以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要钉一千根钉子 你为什么钉 你可能就值得跑一趟 对不对 去买一个锤子 现在锤子可能就不划算了 可能买一个钉枪 对不对 类似的概念 就是说 如果我们重复够多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发展专用设备 那么专用设备就很 就是说很可以大大的提升 我们的生产力 那么接下来 你不必在工具之间的转换 这以上说的大致上是说 我们一般了解的规模经济 那接下来要观察 人类的行为 跟其他动物最大的差别 是人类会做交换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交易 类似这样 那各位觉得 人类为什么要做交换 我一般听到 大概是两种回答 一种回答是 各境所难 另外一个回答是 各取所需 对不对 这两个答案 原则上说 是错的 应该讲 它是结果 不是原因 打个比方说 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 《浩劫余生》 那个汤姆汉恶斯掉到花岛上 有没有 就一个人要生活 对不对 那现在请你想象 如果有两个人掉到花岛上 这两个人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渔夫 请问他们两个人怎么生活 你说医生回头跟渔夫说 从现在开始 请你每天生病 这合理吗 对不对 渔夫回头跟他讲说 想着美 对不对 你不是会当医生吗 你会被大体解剥 会不会开刀 等我捕完鱼回来 请你杀一杀 对不对 请问经过一年之后 这岛上有哪两个人 可想而知嘛 比较接近的应该是一个渔夫 另外一个是什么 也许是徒师 对不对 你现在能理解了吗 专长能力 事实上是分工的结果 不是分工的原因 那么接下来 他其实进一步去观察 他说那个河流经过的地方 那个社会的分工就越精细 其实简单的道理 跟前面讲的都一样 所以那个包括刚才的交换 交换事实上就是 因为透过交换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分工 所以我们可以简化我们的工作 容易学习 我们可以重复我们的工作 会熟练 够多的重复 我们可以用专用设备 对不对 那么因为这样子 我们提升了生产力之后呢 这个我们就空余出 更多的资源出来 那么空余出来资源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再做其他的 提升我们这个生活品质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简单的说 只要不断地增加 这个分工合作的这个对象 那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幸福 是可以无限提升的 因为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说 这个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个羊毛出在狗身上 那个猪来买单这件事情 它不是什么骗人的东西 注意听 注意听 假如是一个人 一天只能做一根针 现在我找二十个人来 因为刚才的那几个方法 所以我提升了生产力 一天生产了一千根 当我生产一千根之后呢 我就分送给这个帮我生产的这些人 每一个人工作一天给他十根 请问一下幸福有没有增加十倍 对不对 那我给他们每一个人十根之后 我不是还剩下这个八百根吗 对不对 那我就找八百个人 这八百个人 每一个人一天只能做出一根针 我说现在不必 你用十分之一天跟我交换就可以 每一个人的幸福是不是十倍 当我的员工幸福十倍 当我的顾客幸福十倍 我凭空还多了八十天 注意到没有 所以我们自己就可以买单 那企业的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无论是我们要提升我们的生活 或是我们社会上出现任何问题 或者是包括我们怎么样 更节约或更有效地使用自然环境 都可以用这套刀 可惜的是 等一下 我先举个验证 这个例子是在英国的一个偏远的小镇 他在山区 他原来在1950年代的时候 是一个矿区 矿区没落之后 他们呢 当然就跟着没落 到近期 他的那个人口差不多也才2000人而已 所以一般的企业是不会到他们那里去投资 不会到他们那里去做生意的 所以他跟所有的没落相处一样 可是他们几年前开始知道社会系的概念之后呢 他们开始 自己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人因为他们拉宽评 他们自己拉宽评 没有人为他们做面包 他们自己做面包 都是开个公司 开个店 没有人帮他们产血 他们自己成立一个艺人的产血公司 他们也可以去 各式各样的事情 他们这样做之后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像我刚刚讲那样的事情 如果是气管器老师 第一个就是说 怎么符合成本效率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根据统计结果 他们这个地方的人 所得提高了 幸福提高了 对不对 生活水平提高了 而且失业率降低了 这就是结果 所以如果你不相信 那显然 你在老师里面的会计制度是有问题的 那事情就这么简单 所以本来应该人人都值得去认识社会企业 可是问题是 我们可能存在原来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加固了 使得我们很难认真的 谦虚地去看待它 再举一个例子说 以我们现在的经济环境 我最常听到的是像台湾 如果我们要台湾要经济发展 要生活水平提高 一定要透过村口 才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我请各位想象一件事情 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初超 一个是入超 那会是什么样的世界 永远这样的世界 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学生会说 那很担心那个初超国 他们久了之后就没钱了 对不对 我说没钱没关系 在立就有了 可是你真的要认真想想看 这是什么样的世界 你如果认真去想的话 你会发现 那个初超国 就是永远出口大于进口的那个国家 相当于入超国的奴隶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把它看成是这样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一向认为 我们一向认为 在市场交易里面 打败竞争对手 那才叫做竞争力 那么赚得这个利润 那才叫做企业的成功 这一连串下来 使得我们的所有的思考都受到改变 我们看看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个决定 你看我们是不是常常鼓励年轻人 要认真学习 要认真读书 然后要学得一技之长 我再请教各位 如果我们的所有的学生 都认真读书 学得一技之长 然后准备到外面去竞争 这会发生什么结果 可能很少人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 台湾长久以来存在这个现象 过去是来来来台道 去去去美国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中南部的 或者东部的这些村落 全部都没落 包括我们现在 国家也没落 原因很简单啊 有能力的人都到外面去竞争 留下来没有能力的 有一技之长的人 那一技之长可能像刚才的医生那样 找不到合作的对象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就跟着没落 所以我们还要不要支持 我们应该要订定策略性产业 然后把我们作为 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重要目标 到头来闹得最近才能发生的事情 要么就担心这些产业会垮掉 要么就担心这些产业会跑掉 而不直接关心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 下面这个新闻 你们看到之后有什么感觉 它是说比利时 简单电动人协会 送了我们这个十四台 这个非常智慧的电动轮椅 我看到这个新闻 第一个很温馨 第二个很羞愧 第三个很气愤 各位知不知道 对照一下比利时 他们用购买力评价来计算的 这个人均国内生产 事实上还低于台湾 他们的人口也不过就是我们的一半 如果就我们的技术而言 包括那里面 那个智慧型电动轮椅里面的技术 那个电子的技术 或者是机械的技术 其实台湾都有 但是我们得比利时的 帮我们关心我们这些人 这些我们自己的社区里面的 其实台湾也有一些人在努力 也有一些人在努力 其实长久以来 像祖父联盟消费的作色 他们是透过教育 祖父联盟的成员 他们绿色生活 然后以祖父联盟这些成员 共同开始培养起那些友善环境 像这里提到我们的海洋的资源 怎么样友善利用 可以永续地使用 来培养这样子的供应商 可是大概就是接受了 绿色生活这些信念的 这些祖父联盟成员 在支持这样子的计划 接下来这是玛纳 玛纳的起始 其实是我们府人大学 一位政务系神父 他们支持一下 去关心阿里山的原住民的朋友 然后接下来呢 教他们怎么样子 他们的发展 接下来教他们怎么样有机耕种 照顾环境 然后接下来他们成立了光源社会企业 甚至在府大成人 成立了府原社会企业 不过创办人告诉我 他们发现他们做了这么多之后 如果他们真的要让这些原住民 能够独立起来 必须要让原住民社区 更完整的 类似刚才奥斯东沫那样子的发展 它才有可能永续下去 这是另外一个例子 它的起点是天空的院子 也许有人知道 它是一个很漂亮的民宿 引起了社会很大的注意 那么开始让人家注意到竹山 他们引进很多年轻人到竹山去提供各种文化的创意 同样的他们发现 不管再多的文化创意 如果不能落地生根 成为当地原人不断的生活来源或创造力的话 它是不可能永续下去 所以他们开始举办夜跑 开始举办社区里面的论堂 开始互相交流 一起讨论怎么样发展自己的社区 下面这个例子是土沟 主要是台南艺术大学的朋友们 他们长期耕耘这个地方 他们说土沟是世界的中心 只要他们相信土沟是世界的中心 土沟就是世界的中心 他们把土沟变成土沟美术馆 村就是美术馆 美术馆就是村 同样的情况 虽然最早是从文化创意 虽然是从艺术设计 可是他们仍然发现 他们得号召更多的年轻人 一起在当地生活 一起建立起当地分工合作的体系 成为一个可生活的环境 这个地方才会延续下去 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在做的努力 简单的我用前面的几个例子 想要告诉各位 所以从这样子的道理了解 我们关心自己的社区生活 支持社区或是说创建在社区里面的 这些社会企业开始 也许是我们最容易去理解 如何提升我们自己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重要途径 其他的类似我们要去抄袭别人的经营模式 就是追求毫无目的的创新 或者是只做大做强等等这样的事情 都是次要的 如果我们没弄清楚 甚至这些追求都会让我们陷入 无法自拔的一个困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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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